朋友们有多久没有放慢生活步调了呢 在新驾阳部落的早晨 看着远方群山环绕的景色 突然感受到好像游故魔法 不知脑袋瞬间放空 连容易紧绷的肩膀竟然也自然的放松下来 难道这就是大自然的奇幻魔力 在这样的美景中 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活动体验 在各自接待家庭接送下 团圆聚集来到了位于部落上方的古麦茶园 茶园的主人婉萍小姐除了说明茶园的特色外 也同步介绍四位称其古麦一片天的核心成员 而这四位等会正好也是我们茶席活动的茶师 不过在这之前 先轮到人称离山玛盖仙的张友文老师登场 由于生长在传统和现代文化互相冲击的年代 老师身上所具备的知识和技能 满点的文青照 当然如果内心始终隐藏着 烧动不安的灵魂 那来一张反差大的区位照片 更可以使旅程中增加不少欢乐的话题和笑声呐 还记得上一集体验过的做陷阱活动吗 老师在这里更开了个进阶课程 教我们如何注意山竹的脚步 又要如何才能让他直直的往陷阱里冲 还有避免他因为闻到人的味道而逃走等等 甚至还拿起了树枝当作长矛 重现当初跟山竹对峙的紧张画面 场景一换老师又变身成为生态达人 说明这里的一草一木和各种环境特色 接着玩抽抽热来分配茶席位置 活动中茶师就像是说书人一样 分享着关于茶叶和和茶的各项指食和趣味 当然参加茶席活动一定要亲自的品尝品尝 感受不同品种茶叶的甘甜和特性 顺带一提画面左边这个俄罗斯带回来的茶点 牛奶糖 口感吃起来像极了台湾的传统冬瓜条 有点刷刷 但甜度可是夸张到让我只咬了一口 就整个头皮发麻 直接投降 看完了小插曲后 再来说到参加茶叶活动除了品茶以外 可还是可以跟茶师以及同桌相聚的朋友们 天然地北什么都聊 相当的随性自在 爬上爬下的肚子早就二扁了 这时候来个原住民风味餐还真的刚刚好 说到这个 每位部落妈妈可都有属于自己的风格和不同的秋楼材 像昨晚的风味餐就像是敞开自家大门 邀请大家一起来享受热闹 而现在吃到的这一顿 比较像是精致美味升级版 修饰了风味餐的粗犷 增添了不少细腻的口感 哇 老师亲自熬的大师牌水果茶 喝了是不是以后烤试都会烤100分 而这个由具有美感的同源所搭配出来的菜色 可是让我不小心以为来到了日式料理店 正在享用松竹梅套餐呢 吃完后 婉萍也不尝试的分享正在研发的马告气泡水 所谓无功不收入 那我们就来上一段 呃 或是古麦茶园明明有许多优质好茶 结果我们竟然在工商 这个没在卖的马告气泡水 这次参加这活动 歪搂的还蛮严重的吼 呵呵 就在一阵搞笑后 我们坐上了接待家庭的车 归别古麦茶园 并且离开新嘉阳部落 前往离山游客中心 进行下一个活动 在这里要体验竹字牙签筒的繁华编织 而这次的完成品 可爱到自己拿回家 当天马上就被别人呛走 真是交友不慎 整个体验过程 说真的没什么难度 就是将自己挑选好颜色的细绳 按照顺序 覆盖在事先已经编织好的出绳上方就可 然后再交友老师做个完美的收尾 虽然步骤简单 看看看看这个完成品 再加上里面附上的彩虹牙刷 整个就是可爱加质感的绝妙组合 难怪很快就会被A走 也还真的是不意外 看过第一集的朋友们就知道 准备回程还是得要先到离山宾馆 这边等待预定的865公车 所以在这段期间 我们还有哪里可以去呢 首先可以选择前往离山游客中心走走 留下一张原住民风纪念照 或者是到以自然生态工法师做的 西利克步道轻松晃晃 还是直接留在离山宾馆 欣赏这里的宫廷式建筑群和展览室 当然宾馆前方还有水果市集 或是风之谷1956秘密花园 等着大家来采买和探险 等待着时间可是一点都不会无聊 这次的旅程从一开始面对 要通过中横管之路段的未知和好奇 到抵达部落后成年里的热情丰富 这到第二天活动的舒缓放松 算是在蛮多不同感受之间转换的奇妙体验 所以朋友们安排个时间来着享受一下 也顺便能找找属于自己的内心平静 祝福大家拜拜 拜拜